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华人农场 这是我们农场主啊 这一块地大概有多少面积呢 这个有13个acre 当时买下来的是六七十万美金 这边买地很容易吗 办手续什么之类的 它每年要交税吗 这的话就是农村的这个税 你连3000多块钱 因为你自己也得挖井 去要弄那个septic system 在农场有三年多了 然后有很多很多品种的鸡 比如说这个乌鸡 然后火鸡 还有下各种颜色淡的鸡 还有十七只羊 还有什么呢 还有鸭 还有鹅 还有兔子 还有ent 里面还可以养马 可以住几匹马 有六匹马左右 收拾这个低压鹅的这个屋子 给它们喂食料 剪鸡蛋 种一些蔬菜 这边也还很好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农场认识了不少 只关这个农家生活的朋友 还不想要 要干什么事 为什么